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台湾茶分类分级系统Tax 台湾茶分类分级系统 英文是Taiwan Tea Assignment and Grading System 简称Tax T-A-G-S 是茶叶改洋厂新开发的茶叶评件系统 于2020年开始推动 消费者在买茶的时候 最常问的三个问题是 茶叶是否安全 是不是台湾茶 好不好喝 因此台湾茶分类分级系统Tax 以茶叶改洋厂研发的风味轮系统为基础 让每一款分级后的台湾茶 都能拥有专属的风味描述 使消费者更容易了解茶的风味特色 此外 也结合台湾茶溯源系统 及农药检验 以确保经过分类分级的茶叶 安全无余 让消费者安心放心购买 一次解决消费者三项疑虑 Tax核心价值包括 确保安全 保证国产 商品分类分级 在确保安全方面 参加此系统的茶叶 其生产制造过程 需可追溯 且全部要减合格 消费者可以安心饮用 在保证国产方面 参加此系统之茶叶 需通过有机或产销履历验证 或具有茶叶产地证明标章 确保为台湾在地生产的产品 在商品分类分级的部分 台湾茶分类分级系统的评审制度 有别于过去茶叶评审 主要由茶叶改良厂的专家 进行评审 Tax制度也导入了学界 专家学者及产业界 在地代表 或具有中高级以上的品评员 来共同进行评审 评审人员必须依据 茶叶改良厂所开发的 茶叶风味轮的共同语言 来描述茶叶的风味品质 并加以分级 让消费者能够轻松体会 茶叶的风味 并认同分级的结果 Tax评审入选茶叶 共分为三级 包括特选、精选与优选 针对每件入选茶叶 会依据评审结果 制作评审报告书 报告书的内容包括 茶叶的种类 茶农或制茶厂的名称 溯源资讯外 主要还有雷达图 在雷达图上 呈现了茶叶的外观、水色、香气、滋味 还有其综合评价的分数 让消费者透过雷达图的图形 可以了解茶叶到底是重香型 还是重滋味的 还有茶叶、茶汤、夜底的相片 再搭配风味的描述 可以让消费者更加了解 茶叶的风味品质 每个入选的茶样 除了各自溯源系统认证的标签外 都会贴房伪标签 并有专属的流水编号 此外 房伪标签上有QR Code 直接扫描就可获得 该产品的相关资讯及评件报告 为了让消费者进一步了解 台湾茶分类分歧系统 Tax 茶叶改良厂特别于官网建置 专属网页 包括系统简介 评审人才库的资讯 以及评件活动的资料 为了让消费者更方便选购台湾好茶 茶开场也建置了 台湾茶Tax风味平台专属网站 网址为 www.tags.org.tw 这个平台的功能包含了 Tax制度与评件方法的详细介绍 也肩负了食农教育的功能 教导消费者如何从风味的角度 切入选购台湾好茶 经过Tax评件入选的茶页 也会在网页的按茶所谓页面中显示 消费者可以依评件等级或茶类等条件来搜寻 并可以直接观看评件报告书 让爱茶的朋友在后疫情时代 更方便安心地买到理想的好茶 以上是茶改场针对台湾茶分类分级系统Tax的介绍 谢谢观赏 谢谢IC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